美国传奇巨星篮球队昨天晚上在省体育馆迎战了中国八一篮球队 传奇的NBA巨星特雷西迈克格雷迪带队参加 成都的球迷们也是近距离的目睹了王者风范过了一个嗨翻天的夜晚 昨晚七点半身体育馆成了欢乐的海洋 由美国篮球超级巨星麦迪率领的美国传奇巨星篮球队 在这里和中国八一队展开对决 白巧克力威廉姆斯手套加里佩顿 邦奇威尔斯三位球星亲情加入吸引了数千球迷到场观看 在不久前举行的资格雷迪 在不久前举行的NBA总决赛中迈迪随马次队进入了总决赛 此次来成都不少成都球迷就是冲着他来的 朕基麦 low球赛中迺迪 你觉得怎么样 很满意 不管他怎么表现 我都觉得很满意 中场休息时 麦迪与球迷们 来了个近距离互动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希望今天那天晚上 大家能够享受这场比赛 因为大家看到我来看这场比赛 然后麦迪很感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感情希望 大家能以后 一直支持咱们 谢谢 来的掌声 报给麦迪 谢谢 谢谢 就是虽然看见过他 但是没有拥抱过他 这些没近距离的接触 然后今天就是太激动了 心里面很开心 过初一就开始喜欢他了 然后现在就22岁了 所以今天他特别激动 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进他 所以 好心 我心里已经压了 说实话了 经过加时赛 拥有迦迪 拥有迦迪 加里佩顿等球星的美国篮球巨星队 以115比119不敌 不敌8一队遭遇此次访华的首场失利 不过身穿1号球衣的麦迪 全场凯下了29分 依然是成为全场的焦点 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 他的表现都得到了球迷最热烈的掌声 比赛结束以后 球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一分都没有得 没有拿到总冠军 明年还会不会继续争取回NBA 参与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 争取再得总冠军 昨晚的比赛是世界顶级篮球系列赛事 第一次来到成都 今天晚上 美国传奇巨星篮球队 将来深圳与巴鱼队继续比赛 而接下来巨星队还将在 无锡和长沙参加两场比赛 为中国球迷奉献精彩的篮球盛宴 本台记者为您报道